中共赴国籍高官徐才厚案上个月末侦查终结并移送审查起诉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日前在全军的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 要高度重视和严肃看待徐才厚案件并彻底肃清影响 这是徐才厚案爆发后习近平首次公开提及而且表态严厉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观察人士的相关分析 前中共军委副主席徐才厚一案 目前仍然是外界观察中共官场的风向标之一 10月30号中共全军政治工作会议 在福建省上航线的古田镇召开 31号身兼中央军委主席的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出席会议时 首次就徐才厚案公开发表讲话 他要求军队深刻反思教训并彻底肃清影响 11月1号新华社罕见的把习近平之一严厉表态进行公开报道 中国社会问题研究人士张建认为 自从前中共领导人邓小平去世后 将派在军中扶持了很多自己的人马 目前习近平是借助徐才厚一案 对军队进行重新洗牌 对于习近平而言 这是比较好的一个时机 就目前海外媒体披露的信息显示 徐才厚案涉及至少4名郑国级高官家族 包括江泽民、曾庆红、周永康和贾庆林 随着徐才厚的认罪 这4人背后的涉案线索也可能已经被当局掌握 例如从今年9月起 多家海外和香港媒体相继披露 中共军队少将、总政联络部前部长 邢运明被调查甚至被捕 原因是徐才厚招供 邢运明曾以6000万人民币高价买官 成交后 邢运明成为总政联络部部长 报道说 邢运明随后还利用钱权交易 将一名福建商人吴永红送去香港进行保护 这名福建商人曾给前中共政治局常委贾庆林提供情妇 而另一名前中共政治局常委曾庆红 他的弟弟曾庆怀也曾收过这名福建商人转送的数名女性 对徐才厚挖掘之后 江家这个派系 他所有的政绩又被习所掌握了一方 至于怎么动江就变成了起手中的一张 所有的好牌都被习拿到了 包括对周永康案的这个收网 所以对江泽民是越来越不利 目前来看的话 所有的小老虎大老虎 其实都是一种谈判的筹码而已 作为江泽民一手提拔起的军中代言人 徐才厚和江的另一名爱将周永康也关系匪浅 而曾庆红、周永康以及薄熙来等江派人物的政治联盟 在这次的中共政治风暴中尤为引人瞩目 香港开放杂志今年2月号封面文章报道 中共中纪委一号专案调查的对象是曾庆红 中国问题独立评论员李善健表示 这些江系的主要高官家族被传出事 不仅仅是因为腐败的问题 而是因为江泽民、曾庆红等人 在权力斗争过程中和掌权的时候所做的事情 大纪元新闻网此前披露 徐才厚参与了博州政变 同时他也是中共军队迫害法轮功学员 活摘器官的主要负责人之一 总部位于美国的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的录音显示 活摘器官是由江泽民下令 同时这些罪行江泽民也全部都知晓